中央宣布5号起 KTV等视听歌唱业有条件开放 但前提是必须要经过审查通过 台中市警方在6号下午就前往机查 发现北屯路的一家KTV 20多人在店内欢唱 但业者根本还没有审核过关 所以当场依传染病防治法开单 引起业者不满 但最高还是可以开罚30万 警方辖区内复查停业场所 发现位于北屯路上的这家KTV 店内有20多人正在欢唱 显然已经开始营业 从警发局公布核准副业名单当中 警方发现并没有这家业者名单 确认业者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准备开单 引发业者不满 中央宣布从5号开始 KTV等视听歌唱业可有条件开放 但需经过市府经发局审核通过 警方表示当事店内包括负责人 以及员工和消费者总共23人 依法韩送经发局认定财罚 最高可罚30万元 违规营业被开单 事隔一天 KTV大门申索 警方表示 政府目前针对部分休闲娱乐场所 是有条件开放 并非全面解封 提醒业者应该自律 切勿 心存侥幸 接下来 王建民台中报道